调心 顺意 总的来说 极乐世界 自信的妙得 能帮助我们小业长 在 社报状态图里面 能帮助法身菩萨 消除 无实无名的习气 在我们凡夫身上 他能帮助我们小业长 帮助我们消除烦恼习气 启发自性里面的智慧德项 这种功能自然 只要你切入这个境界 它自然显现 所以修行 真的是很重要 修行这两个字 概念一定要清楚 行是行为 其心动念 是义的行为 言语口的行为 造作生的行为 叫 生口一三叶 行为有了错误 有了过失 把它修正过来 这叫修行 这个名词 不能把意思撒毁了 如果我们认为 念经是修行 拜佛是修行 坐禅是修行 这个话 是不是真正 不能说是真的 也不能说是假的 为什么 如果你做这些动作 心形没有转过来 那就是假的 心形能够转过来 那就是真的 标准 是佛在经典上 所说的这些道理方法 包括境界 如果经上讲的 与经上讲的理论相应 方法相应 境界相应 真修行人 如果完全都不相应 表面上样子 做得再好看 假修行人 他不是真的 古德所谓 口念 弥陀 心散乱 尽从 这一句佛号功德 不可思议 如果一天 十万圣佛号 很精进 可是 还是胡思乱想 还是贪诚吃慢 是假的 不是真的 一丝毫功德 都没有 不但功德没有 福德也没有 这就叫 云要忘 所以 你修佛了 不能不明理 离要不明 你怎么个修法 你不读 不熟读经典 你不明理 你不知道标准在什么地方 那 往往自以为是 自以为修行 自以为功夫不错 到最后 都不能往生 还在搞轮回 那个时候 就怪佛菩萨了 我照你这样做了 为什么不灵 说佛菩萨的话 不灵 帮佛 帮法 帮神 那这个罪上 假罪 你就都无间地狱了 毁帮三宝 是无间地狱的国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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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 请我们下 związ 睛